90后大学生没有一分钱开了一家餐厅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先众筹详细写一份方案 他要众筹一家餐厅找合伙人 餐厅49%的股份做众筹 寻找49个股东 没一股2万 那就相当于最少投资2万 就可以获得餐厅1%的股份 但投资2万除了获得餐厅1%的股份 还可以获得价值2万代金券 等餐厅盈利后 将百分之百的利润分给股东 直到股东的2万收回为止 等股东收回本金后 盈利部分按照投资份额1比1分红 对于股东来说 投资2万获得2万的代金券 收回本金后还可以获得餐厅的分红 无论怎么算都不会亏 对于大学生来说 一个股东2万 49个股东98万 开一家餐厅完全够了 但好戏还在后面 49个股东就是49个裂变 投资2万总不希望倒闭 除了自己吃 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 请人发广告还要钱 这下子就多了49个广告发布员 随后他找到一家 一个月纯利润是2万的店 跟老板说 我一个月给你3万 市营也一个月 如果一个月之后 觉得不适合经营 那么3万给你 对于老板来说 没有任何风险就同意了 接下来就开始运作了 策划一个活动 活动期间充值600元 可以免费吃一个月 然后发一些广告宣传 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 每个人看到了都觉得自己赚到 这个活动一出 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冲钱 每天至少50个 一天就是3万 一个月下来收入90万 到了一个月之后 直接拿90万现金给老板 现在总结下过程 第一步 众筹 获得98万资金和种子顾客 第二步 3万买下餐厅一个月的经营权 这时候还有96万 第三步 开手活动 充值600元 免费吃一个月 收到90万 这时候有186万 第四步 一个月后 90万买下餐厅 还有96万现金 得到一个价值90万的餐厅 空手套白狼 就是利用杠杆思维 撬动巨大利益 是一种对资源的整合利用 真正的创业 不能只看自己钱包中有多少钱 再去干多少事 要学会转变思维 空手套白狼 并不可耻 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 顺便成就自我 有何不可 你认同吗 认同的 关注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